大家好 今天是2月18日 我們今天會講一個主題 叫做我門利餐桌爾淪陷 對益不正有幫助的儲本 我盡量遮蓋 有機會遮蓋不同 因為我發覺主題也有很多話說 同樣等聽眾朋友進來 然後我會分享資料 分享我自己的項目 還有生同感受那邊 一出來的朋友請說聲嗨 讓我知道你們的存在 OK 今天會俗稱是硬料 硬料就是會講很多數據 還有我們現在的影響又如何 我們的解救方法 OK 好了 既然現在正在等同學進來 我先講一下其他事情 就是 默輪遙距療癒的 為什麼之前想你們交低A4字 有原因的 因為如果你半身的話 其實你的默輪 底輪和生殖輪 就會遮蓋不到的 OK 去不了底 那你說不是 我只會選擇 心輪 我只會選擇 心輪 這樣說 如果我幫我媽媽做 其實就沒有所謂 我媽媽給我 畢竟我和我媽媽 是有DNA的聯繫 OK 或者你是一個很親密的朋友 我和你很親密的朋友 是可以的 不需要任何東西都可以的 我叫你們交一張A4字 全身上 其實不是想遺難你們 只不過是讓你們 在接收那方面 會接收得更好 因為真的有一個你給我的東西 而上面是有一個 Build in connection OK 所以才會這樣 不是真的有心想難為你們 OK 我想問你們看得萌不萌 因為我現在正在看 因為你看到 因為我在寫字樓 我寫字樓的WiFi是靈寫 靈寫 靈寫 但我又趕不及回家 對了 就好像有些格子 大家給我一些意見 我現在看到好像 不是很清晰的 這個人現在不知道怎麼解決 啊 OK 好了 那我們就不管了 品質怎麼樣 如果看下去的品質不好的話 可能就大家聽聲 唯有 不知道怎麼解決到這個情況 OK 那麥倫又追底 尾龍骨 其實很多人討論 到底底倫的位置在哪裡 我個人意見就是在 我們叫做長強穴的位置 這個中醫的角度 長強穴 即是會音和肛門中間 所以那個位置是 你查不到東西 是不是很蒙 真的 啊哈 好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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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跟我的IT支持說一下 喂 你在做節目裡 聽眾說很蒙 好 我們可以繼續 好 抱歉 大家蒙都頂住 大家聽聲 或者什麼 今天好在 我沒有什麼資料 需要這樣放下來的鏡頭 給大家看 主要都是講的 所以大家先頂住 繼續說 所以本身照片不動就是這麼大 為什麼一定要交上本來換名字 後來考慮過 也問過我阿sir 就是你們交上A科紙上來 就會好很多 因為有一個實質的連帶 有一個樞紐 有一個關係 確立了 既然我做得 我就不差再多做幾個 一個很壞的比喻就是 十個和尚打債的故事 就是如果十個和尚打債 他可以幫一個大有錢人打債 或者他可以幫 7月14日所有的四方群領都可以 那為什麼 既然我做得 我不做多些人呢 能夠利用多些人呢 我都說我今年 今天十八日 到二十二日是我爸爸的五日 就是由他過身到他火化 所以五日就斷食了 我嘗試到五早七日 但是這段時間 就做這個遙距的麥倫 就是希望可以幫多些人 所以我不爭在你給那張A科 你最好給我 因為我想你收得好一點 可以嗎 好了 我坐近一點 不知道坐近一點會不會有分別呢 嚇人 OK 好了 我們今天要講這個淪陷的主題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每天在吃的東西 是 大家都猜到 除了農藥 還有所有的化學物質之外 那些我相信是我們的聽眾都知道要避 就是Junk Food 傳說中某一間M字頭的快餐連鎖店 裡面的餐是可以放很多年都不壞 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當然我沒有親身試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如果那個實驗出來是真的話 你可以想像到那些東西 我們吃到我們的身體會發生什麼事 你久不久 如果說你真的很想吃 那你也有可能會碰到我 在那個M字頭的超級食品公司 餐廳裡面吃 因為下班好東西 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 一次是可以的 OK 但是 如果你說 我為了省錢 我經常都吃的話 那 我寧願你省錢去吃 其實它現在也不便宜 你可以在家裡就這樣煎兩隻蛋 加一條腸子漢堡扒 都會比這樣好 如果 它之前做的實驗是真的 裡面有很多化學物質 可以讓它放幾年都不壞 其實蛋是很便宜的 你可以吃那些菜心 當然 你又說要吃有機的 有機是好的原因是因為 有機可以令到 你吃下去的東西 如果真的有機 你起碼不會整個東西 由內而外全部都是濃藥 現在不是在醃度 或者你洗得乾不乾淨 我告訴你 我自己的純粹主義 是去到 我連洗我的杯 我都用馬賽鹼液 如果有聽到那一集就知道 那些馬賽鹼液 可以用洗澡 洗頭 可以洗面 因為72%是橄欖油 或者用茶子粉 是一個便宜的方法 但我是洗碗 洗杯 洗衣服 我都不使用化學物質 因為我知道 你相信我 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它回到你 就是你以為你 沖洗了它 沒有殘留嗎 這樣 我就說今天 那些材料會比較硬 就是因為 有些測試出來 其實原來並不是這麼單純 就是原來 你無論洗了多少次 OK Exactly 那個報道是甚麼呢 就是你有些化學的洗潔精 清洗餐具的話 就算你拿清洗洗了12次 OK 都還是染得出有接近5%的化工殘留在 你記住這些東西 你會吃回落土 所以 Is it really a good idea It's not OK 3 我講過TFT 就是《鬼佬點閱》 我俗稱 那個創造者 Joanne Garland 行的故事 如果沒有聽過 就現在容許我再說一次 就是她有癌症 癌症 有方法可以檢查到那個地方 那個位置 腫瘍位置 它的正乎 就是Polarity 我發覺她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很快就彈回頭 做了一些事情彈回頭 後來搞了很久之後 才發現原來是因為她的洗衣粉 這個問題 洗衣粉的化工殘留在布的組織裡面 就令到她的洗衣服也洗不走 這件事對她的身體有很大影響 OK 好了 所以你知道 我們洗碗 隨便放進口的東西 穿的衣服 因為是貼身 因為我不會舔我的衣服 我不是寶寶 那為什麼會有事 是因為你的體溫 你的體溫會令到那些化工的揮發 其實你不相信 你會經過洗衣服去聞一下它多麼香 而那些衣服你拿回來 如果你真的吸收的話 其實還是有那種味道 而那些的化工成份 是吸收了在你的衣服的纖維裡面 那現在甚至呢 你到處打 你網上打 淘寶哪裏都好 你會見到他們現在的賣家 那些廠商 他們現在向著一個什麼方向進發呢 就是想這衣服更香 還有它的流香時間可以更長 那你自己知道的 你試一下用真的玫瑰的精油 塗在身體裡 它會揮發 它會沒有了 它沒有可能可以留到這麼長時間 所以那你就是 當初在台灣 小S開了那家麵包店 他們標榜純天然 沒有化工的東西 全部都是天然蔬菜 還有水果做的麵包 但後來為什麼會被揭發 而搞得這麼嚴重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人 他買了麵包 但他自己懂得做麵包 他說沒有可能 他買了那些好像是藍莓 我不記得 但他就說他沒有可能 他自己試過 他說他用新鮮藍莓 用藍莓乾 藍莓果泡 什麼都試過 是沒有可能有這麼濃烈的藍莓味 還有顏色會是這樣的 他就問過他們 去過店裡 就說你們有沒有加化學物質 他們說沒有 沒有沒有 純天然 然後他自己試完 他說沒有可能 他就真的等錢拿個包去 化驗 化驗了出來 哇那個list長到 這件事 或是媒體爆發了出來 就搞到很大件事 因為我經常都說 商家他賣東西給你 他一定會說到他 那件事有多好 多好 多天然 多什麼都好 總之他是 他是要appear to 你的appetite 你想要什麼 他就用那件事來吸引你 但是 他背後到底有多符合事實呢 就是我們往往的消費者 是很難判斷是真的 因為 除非你剛才說的那個人 半達人 是不是在那間公司 叫做 除非你好像他 真的拿個包去化驗 但老實說 譬如 打火鍋那些湯底 是不是真的熬出來呢 那 香港我覺得都有點信心 都相信他可能真的熬 或者他都會加一些 有味道的添加劑 但是 我們今天其實會說大陸 大陸那些火鍋 我已經揭發過 是加一滴香 再加濃囚劑 再加顏色 你就變成了豬骨湯 或者是 火和雞湯 你要什麼味都可以 只不過是色素和香料 那個質地 是靠濃囚劑 香港都試過檢查過麵包 然後麵包 我發現原來他加了一堆東西 用很少麵粉 就可以發出一個很大的麵包 因為裡面有膨脹劑 然後有柔軟劑 所以麵包 可以放這麼久都不會硬 如果自己家製麵包 有人知道 他出爐的時候 熱的時候 還是軟的 那一天都還可以 但第二天 已經不能吃 不是酸了壞了 而是硬到病得死人 所以為什麼我們叫做 意大利有些不同的食譜 就是用stale bread stale bread 就是隔日麵包 例如他們會做麵包番茄湯 就是一個番茄湯裡面 塞了一個麵包 然後他有一個雞湯 是super de polo 就是雞 蔬菜 雞 打雞蛋 然後有一塊麵包 因為麵包過了一天 又沒有用 是不是 已經硬到不知怎樣 你唯有浸水浸濕它 而且他們很喜歡會怎樣 就是stale bread 焗了它之後 刨 變成麵包糠 那你就可以用肉去沾它 蛋漿再沾它 然後炸它 變得刺裂 這樣 那這個就是以前的人 對於資源的那種珍惜 我覺得這樣很難得 現在的人電視 有新的大的 就去買舊的那部 就丟它出去 電話也是這樣 我到現在都還在用iPhone 6 那我這部iPhone 6 坦白說是跌到 你看到嗎 又穿又爛又崩又成太光 大家看到嗎 噢 看到了 看到它崩得很厲害 還有其實相機是有問題的 我現在想拍攝 它不斷在那裡震 那我覺得 OK 我有回應到的 如果到那天真是瓜柴的時候 那我就真的會悶 但我不會不斷去追 因為你真的不需要去 搞到這麼多的 無謂的資源浪費 OK 所以我很欣賞以前的人 那種對資源的珍惜 對 那 剛剛 Jason Jason 他留言說 大陸的東西吃得 大陸的東西吃得的價 吃得的什麼 我猜是 我做老人寫時 除了飯 我沒什麼吃 有些行家公司 只是帶大陸團的頭髮都沒有了 那樣子老同齡很多 OK 其實你看一下 尤其我住在銅鑼灣 你看到很多自由行李香港 他們真的 你以為他可能是四十幾歲 但他真的可能是二十八、九歲 或者是三十頭 但看起來已經像五十歲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過 之前有過Facebook的帖子 就是他們比較大陸明星 跟香港明星同年齡的相差很遠 那你想想大陸明星 以大陸的市場這麼大 其實他們的經濟條件 絕對可以買香港人用的護膚品 他們很喜歡買香港的大牌子 但為何這相差那麼遠 就真的跟食物有關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會說這件事 好 看一看留言 我就進入話題 好嗎 看看大家有什麼想問 OK 等等 是不是真的還很忙 我這個公司的Wi-Fi 都真的蠻麻煩 OK 我自己看自己的螢幕就很清晰 但是呢 你們看的確是很忙 Sorry 我跟了技術支援說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現在已經是下班時間 沒有人搶來Wi-Fi 外面也沒有上網 只有我一個人在 但也不行 這個時候我想給大家看一看 兩幅很難的畫 有些大家上次見過 上一集 看不見到 對不起 對不起 看不見到 兩幅 日月 這兩幅畫 是題外畫 就是 我在秘魯買回來的 兩幅畫 你可以就這樣看 然後你可以戴3D立體眼鏡看 還有用紫外線看 它有三個看法 很漂亮 OK 分享一下 我們正式進入主題 我們每天 尤其是生肚而不是吃齋的朋友 我們吸收脂肪的來源 不外乎都會吃肉 你們都經常聽到 很喜歡吃豬腩肉 豬腩肉很棒 豬手很棒 很飽 很好 但是 有些什麼問題 其實 我們吃的肉 每年 有數萬噸的抗生素 是透過肉類進入我們的身體 OK 好了 曾經在廣州的一個醫院 一個虎英的醫院 要搶救一個只有650克 是25周大的嬰兒 早產的 他們用幾種抗生素 是沒有用的 後來嬰兒過了生 他們在檢查 做化驗屍的時候 發現嬰兒對七種抗生素 都有耐弱性 大家就覺得 發生什麼事 一個剛出生的嬰兒 她根本沒有吃過這個塵世間的東西 真的不吃人間煙火 她的耐弱性來自於什麼 來自她媽媽 她媽媽 懷孕期間 可能她吃很多東西 寶 在廣州 廣州來我們香港幾近 你自己想像一下 她吃很多寶的東西 裡面 有大量的抗生素殘留 你覺得這個 是否只不過是個別事件 可能是 我再說多一點點 就是上海福旦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 有一份寫著 江、節、湖、兒童普遍暴露於多種抗生素的研究報告 江蘇、浙江、上海超過一千多名的學童 檢測測試發現有六成的兒童 尿液中含有抗生素的 超過一千多名的兒童當中 是有五成八 即是近六成 是檢測中有一種的抗生素殘留 而四分之一 是有超過兩種的抗生素 有些甚至有超過六種抗生素 在尿液裡面 其實不關我動不動的事 是關於WiFi的關連結 是關於強弱的事 因為說少少無聊的事 因為我是一個舊大廈 所以很多光纖 寬頻公司進不來 我們是用光纖的手指 就會差一點 反而不是真的關於對焦事 我這樣坐我的頸都硬了 如果我不用 如果小朋友身體從小到大 自出良胎 第一個個案 是嬰兒在媽媽的肚子裡 一落地 就已經現出七種抗生素的抗疫性 而學童都是幾歲的 由一種是六成一種 而去到有少數的有六種抗生素的抗疫性 你想像一下我們大型會發生什麼事 鄰近地區 我們經常說笑 他們是吃整個元素表 吃沙落肚 你以為鄰近地區 它是水它是水 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但是你想一想 我們的水在哪裡 東江水 我待會會說到 所以我看一看 你會發現胃不得 我今天應該說不到 抑鬱症的草本 可能留下星期六 跟姐 李寶丁說 你想想我們的水是東江水 珠江三角洲 你待會會知道 它是多摩的大的有重在區 另外 就是我們的肉 五封行 大陸來的肉 那你覺得我們的情況會怎樣 跟內地真的有多大分別 始終我們有優勢 如果經濟條件許可 你可以買法國的春雞 你可以買荷蘭的豬腩肉 但是如果你真的普通街市買 我不是賭街市肉飯 我絕對不是 但是 它很大機會 它的來源地就是大陸 OK 那你 你怎樣選擇 你怎樣選擇 那價錢差很遠 你去譬如舉例 City Mugper 或者是 G字頭 T字尾 五個字母 就是Wonderful的 OK 即是同意志 那種的超級市場是貴價的 即是同一塊肉 它比起你去領展旗下 或者就算不是領展旗下的街市買 那價錢差一截 但是你明明那一節買了什麼呢 就是你買了少了很多的抗生數 OK 那我現在繼續說這些數據下去 你就會自己可以再思考一下 到底這個抗生數 那價錢是否值得 值不值得 我給一個Premium 即是我給這麼貴的價錢 就是為了 叫做小小的分別 OK 好嗎 OK 那 我們現在說 在小朋友身上查到的那種抗生數 大部分都是受用的 即是動物用的抗生數 OK 而它驗尿裡面的過程 在小朋友身上查到的這些抗生數 是老祖已經不會開給小朋友吃 所以可以排除了它 並不是因為它有傷風咳 發炎喉嚨痛 醫生開 因為這一堆 如剛才所說 是受用的抗生數 不是人類用的 OK 那你說 那我吃剎會不會好一點呢 吃剎我相信 如果在抗生數的角度會好一點 但是同樣有另一種問題 就是有機與否的問題 那也是另一種問題 所以我今天在那張照片 你看到一隻牛的形狀 其實是藥丸砌出來的 然後它是英文GOT 即是有 Fluoride Fluoride Fluorine 其實是兩個形態 之前那一集提過 Antibiotics 即是抗消炎藥 然後Synthetic Vitamins 人造的維他命 好笑的 坦白說我現在的YouTube 我失控了留言 因為我發覺真的有一些 Haters 即是它每一集都在下面罵你 然後說一些很侮辱性 很無禮貌的說話 還有你說什麼都不適合聽 我經常覺得這些人很像是師奶 我不是抵衛師奶 但是你知道有些師奶 就是追劇 每天看每天罵她是要看的 那其實 你就說如果你是師奶 看無線就不能選擇 因為那個台 你又不喜歡 Subscribe有線 或者是Now 你迫著看無線 就迫著罵 但是我的節目 你可以不看的 你無謂像撥虎馬街 而我經常都說人生虎短 你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我的節目做出來 你覺得不適合 你就不要聽 你自己很有常識 你很聰明 你就開過台 你頂我 你罵我都可以 或者 我有些行家很好笑 就是我做什麼 他做什麼 跟到足 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不知道的人 以為你那些是原創 他走了去你那裡 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不是質疑你們的能力 而是 為何不遲不早 每次都是我講完 你再說 為何你不找這些新的東西 其實我經常都說 市場很大 一大家都關心健康 有誰不關心自己健康 可能那些 好像我的同事 二十多歲 還很瘦 覺得我不需要生痛 我又沒有病沒有痛 因為他沒有生痛過 他不知道分別有多大 你的精神 我今天是我第一天首效 我每年的二月十八至二十二都一定要斷食 直到我瓜老陳離開這個世界為止 沒有的 你看我現在說話 有沒有說沒有中氣 沒有力 很累 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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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為顧著這間店 很多事情做得很慘 跟生童沒有習慣 很累 不夠睡 很多事情做 但是 說回來 我還很有氣說話 我還能管理 我的同事看著 我只睡了兩個小時 早上八點半 睡到十點半 我就上班了 然後每天 見客做討論 不斷地說話 還要做一些 能量治療的事情 那些能量治療的事情 是你的人的力 其實 為什麼我可以支持 我可以告訴你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支持不到 我一定不行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打工的年代 我是射球射到猛了 但是為什麼我現在覺得 因為我生疼 那跟年紀有沒有關係 當然沒有關係 我現在叫四十歲 為什麼我現在身體 比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我生疼 我生疼我身體的線粒體 就是每一個細胞裡面的能量 發電廠 發電廠 發電廠出來的電 更多於之前 所以為什麼能量治療的能量 接下來我會講的 但是我會透露一點點 就是因為你每一個細胞 它裡面除了細胞核 然後有mitochondrius 然後裡面好像太陽系 很多不同的粒子在裡面 在轉動 轉動它產生的能量 你猜它怎樣彈出來 它以光的形式 叫做bio photons 去發電廠出來 所以為什麼會有氣場呢 不是騙人的 當然是真的 我們有一部機器 我們會安裝的 來了 就是你放一隻手 就可以探測到你的默論和氣場 是science 是bio photons it's science it's pure science 因為bio photons 最密集的地方就是你的手 所以你看回古印度的那些 西藏的那些高僧大德 他們會這樣做 擺一個姿勢 看到嗎 很多都是這樣 然後他會畫一個彩虹出來 因為他就是想告訴你 七個默論都通了 所以七種光在手裡散出來 所以energy healing 比如靈氣治療的人 知道 你是這樣 手指合米 不想散開 這樣去輸氣給一個人 氣功師都是這樣 他不會這樣 OK 因為他就是用他身體 generate bio photons 這些bio photons 會影響到你身體裡的電磁波 正如中醫的穴位和經絡 其實就是電磁波的流動 這個將來我會說 現在給大家一個像片頭的preview 先喝淡水 OK 好了 如果你們 例如淘寶阿里巴巴 你可以搜尋一下 有些字眼 你打 做育一號 做育一號 誰做呢 是神創造天庭的做 不是人字邊那個 是艇子邊的 做育一號 然後你試試打 蓄肥態 即是谷光金態的態 還有什麼字眼 例如日掌三根 這些字眼 這些字眼當然是賀爾蒙 但同時也有消炎藥 對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牠長的 農夫 覺得為了這隻藥給牠們生畜之後 牠們不單是胖得快 還要沒有病沒有痛 OK 那藥加進去 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你們可以猜到牠的影響有多大 但是最大的重點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不是吃人的抗生素這麼簡單 如果我們吃人的抗生素 醫生會給你那些 那些是少的 那些是OK 人可以吃的 但原來 現在有很多動物食用的抗生素 加進去餵字的過程 其實我有一個Ratio 然後透過肉食 變成進入了我們身體 那我們就變成 我們對什麼抗生素都沒有效 都不僅僅 其實 好 剛剛斷了 現在大家在這裡 是否想得回來了 我真的 很差的connection sorry 一個叫阿莫西林一類的抗生素 這些 是不給我們人類吃的 OK 好了 而你以為 那些豬或雞 牠病的時候 就給牠進去吃 Not True 調查過程裡面 是發現 其實那些豬 甚至那些豬箱 我照說 不是的 牠們是餵在治療上 例如粟米 還有一些豬哨 動物食用的東西 他已經加進去 是由嬰兒豬仔 一生出來一落地 第一餐已經在吃這些抗生素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而正確實際 那個新聞報道是討沒數 不是給人吃的 為什麼他們一擠了自己給牠吃呢 因為無知 他們說 是補血的 吃了就撞了 我剛才不是說什麼 做肉1號 餵日長3斤那些 你現在明白 就是牠用這樣的名字 那些藥廠用這樣的名字 令到你以為牠只不過是令到動物肥 但原來不是的 牠原來裡面就是偷換概念 牠就是換藥 而換了名字 那些藥是一樣的 不是換湯不換藥 就是牠明明是抗生素 但是牠換了名字 令到你以為牠吃了肥 其實呢 其實主要的餡是抗生素 再加一些賀爾蒙 讓牠肥得很快 OK 還有你知道最怕就是病 那為什麼鄰近地區的這個 非洲豬瘟會搞到這麼嚴重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 那些豬瘟從出生開始 就已經吃著一種這麼強的 這麼毒 這麼不必要的抗生素 所以到後來牠們真的 那些細菌要戰勝你的時候 牠已經是可以進化到 你什麼都沒有用 那便一發不可收拾 而本身如果豬仔 不是一落地就開始吃抗生素的話 牠與生俱來的抵抗力 有機會可以免 鄰近地區這個國家 所有的慘豬仔 免於一爛 因為身體的抵抗力才是最強的 如我之前幾集所說 如果我們的抵抗力不是最強的 那其實雙風咳 都可以殺死外滋病人 為什麼雙風咳 未必殺死我們呢 是因為我們的抵抗力 我們的抵抗力才是最後的防線 並不是消炎藥 現在的抗藥性已經很嚴重 就是因為我們吃的肉 不要以為我鼓勵大家吃齋 我並不是做人 好了 國內有一份 即鄰近地區 裡面有一份抗生素污染清淡 是誰人寫的 一個叫做應光國的博士 他就是中科院廣州地所廣光國科提組 很難讀這些字 他就是專門研究大陸的抗生素這個範疇 他從2006年開始研究大陸的抗生素污染問題 為什麼叫做污染問題呢 不是必要的抗生素 不是你有病醫生開給你 這些叫做必要 但他是說污染 有理沒有理都開了 而這些污染不只是在肉裡面這麼簡單 現在聽下去你就知道有多恐怖 2006年開始 他走運整個大陸 他發現58條主要河道 包括以及廣東、廣西、湖南、河北等等省份的主要養殖場 的情況非常之嚴重 那我們在哪裡 我們在廣東省下面 你可以想像發生什麼事 這個數字我確實是有的 36種主要的抗生素 而他的年用量是162000噸 即是過十八千萬 十萬 十六萬二千噸 我是要數0 OK 好了 這個中國科學院污染 他的首次詳細披露各地抗生素的使用和排放量 這個不太更新 2013年 大概5年前 是用了162000萬噸 16.2萬噸 動物用52% 人類用48% 36種最常被驗出的抗生素 總量是達到九萬多噸 生畜用是84% 好了 大部分的抗生素是沒錯 人畜是會透過排泄排出體外的 但是聽著 一年裏有超過五萬噸 排放進入水土環境當中 OK 我計劃一下一點 對不起 這樣看不到 OK 這樣看不見 Anyway 我上面一堆證書 其中一章 就是我當初讀哈佛那個課程的時候 我做的主題就是做中國的污染 中國的癌症村 特別是 所以當時已經有看 到底有多恐怖 原來中國的污染 剛才所說 一年有五萬噸 超過五萬噸的抗生素 是排放進入水土環境當中 好了 接著 我現在想說一件事 就是 剛才不是說 大部分的抗生素 是通過人畜排視自體外的嗎 是嗎 那你會說 噢不僵啊 那我吃了就磨出來而已 這樣 但是 聽下去 就好像是這樣 但我們常常說 魔鬼在細節中 在排放出來的過程 它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經過你的腸 是不是 大腸小腸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它會殺死了你腸裡面的抑菌 你腸裡面的抑菌跟什麼有關 跟你的腦內全導體 腦內的化學物質有關 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人有depression 你覺得為什麼 我的看法 當然我沒有一個團隊的科學 在我背後 我自己擁有一個科學 我在大學裡面受到分別 可以做研究 沒有 但是我的觀察 我認為 是因為食物裡面的抗生素 越來越多 醫生開很多抗生素 而很多病人都很喜歡吃抗生素 包括會去藥房 叫藥房那位 不是藥劑師的藥房哥哥 開些抗生素給你吃 OK 好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這些抗生素 吃完殺了害菌的過程 要排除 經過你的大小腸的時候 就把你的好菌刀堆掉 殺死了它 殺了它之後 你發覺你發生什麼事 你的身體抵抗力越來越差 因為你的抵抗力其實是在你的腸裡面 而同時之間 它也令到你的腦不夠腦內全導體 例如多巴胺 血清素 Norepinephrine 到現在不知中文叫什麼 這三樣的Brain Yeah chemicals 好了 然後你要做些什麼呢 然後就心情低落 哭 很小事發到很大 身邊人都未必有那個knowledge 知道你這個是depression 那就發覺身邊的關係變得很奇怪 身邊人覺得你不可理喻 為什麼會很小事 就已經吵枝巴蔽 哭苦哭忽 覺得世界末日 這樣 OK 幸好的 你知道 你去看醫生 幸好的 你找到那個醫生 他 我的俗語就說 Energetically 是跟你很配合的 他開一些藥 又跟你很配合 那你吃了你好回 good for you 希望是這樣 但是我想問你 就算你真的有depression 剛才我說 你很幸運 知道自己有depression 自己有個awareness 覺得自己不可以這麼小事發到這麼大 主動去找一個精神科醫生 開藥給你 而剛巧那個精神科醫生 又跟你夾到 他開一些藥有適合 那個份量又適合 你吃了又沒有副作用 然後就好回來 但我想問你 你知不知道這個源頭是什麼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原來的源頭 就是你吃了的肉 裡面的抗生素太多 好了 我剛才說的是大陸的情況 好 我接下來再說下去 我不是說 你聽完之後 你自己比較一下 你值不值得 支付一個premium 可能給多幾十元 去買荷蘭來的 西班牙來的 英國、法國、美國來的肉類 還是買回鄰近地區的 我說完之後 the choice is yours 我不是阻止你 去選擇你要買哪裏的肉 但我給你一個reference 好了 好了 再說 剛剛所說的 中國的抗生素 那個數量 一年 2013年 是16.2萬噸 瘦用52 人用48% 排入水土之中的 超過5萬噸 都未完 我們繼續說 原來這種抗生素的使用 亦都有地域性的差異 明顯分開東西部 東部的抗生素排放量 強度是西部的6倍以上 西部有什麼地方 西藏和青海 還有四川 東部有什麼地方 例如 京津 海 河流域 簡單說 北京上海 還有 長江 珠江 廣東省 這一條線 好像一隻雞 雞咀 因為雞已經去到上 已經是東北 下面 北京上海 然後還有哪裏 那個叫做 糟糕 不要緊 青 不是青海 青島 Anyway 再下 然後去到香港 再南一點 海南島 OK 分別有多少呢 我們說 廣東 江蘇 浙江 河北 等經濟相對較好的地方 它的污染是紅色的 在地圖上顯示 是重災區 簡單說 你喝水就已經能夠吸引抗生素 洗個體醫生嗎 恭喜你 現在去到氣獄 就是跟海外 所謂的國外相比 中國河流總體抗生素的濃度 是達到7560納克 那是什麼呢 大哥 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好了 即是中國每一千人的抗生素 日使用量 不是月不是年 是日使用量 是英國的5.7倍 是美國的5.5倍 當你以為美國是BIG PHARMA 話了死 即美國的藥廠都惡了 in which it's true 你問我個人意見 我也是真的 但是 喂 原來無知才是最大的罪惡 就是那些 鄰近地的藥廠 可以用抗生素包裝成為 那些什麼 日肥三斤 然後做肉1號 變了這些名字 我想告訴你 如果我們說 單位是納克 per 星 即是一星裡面有多少納克 中國是303 美國是120 德國是20 意大利是9 聽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移民到意大利 意大利是9 而中國是303 這是河流裡的抗生素 我不是說肉 所以我 為什麼我剛才說 我不是說 說完之後 大家吃齋了 我不是 而是你喝水 就已經能夠吸收到抗生素 所以就不用吃藥 所以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聽到 就已經臉都青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 我就要做一個很大頭盔的行為 如果不是又會被人說 你這麼商量的 你又叫人上去 你店裡買東西而已 不要緊 你不要光顧我 不要緊的 你只聽節目可以的 你只聽節目 不光顧我 我可以的 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 要為了你個人 為了你家人健康 去買好的濾水器 是要非常好的濾水器 不是那些什麼能量水那種 我不是跟你說 酸鹼值 酸鹼值 酸鹼值真的 用什麼 其實你放進這個瓶裡 酸鹼值已經變了 有什麼理由 你隔著了膽子 你看到有玻璃 裡面有膽子 為什麼會影響到 因為有 Vibration 這個東西 OK 所以 如果還不知道 什麼叫做能量治療的人 可以做一下功課 是時候做一下功課 你可以去買3M的濾水器 你可以買Panasonic 任何牌子都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是你有一個有效夠強勁的濾水器 如果你想 OK 你說 女王我支持你 我不覺得你放在店裡是有問題的 好 那你就上來找我 我可以入3M的濾水器 但我更加想入的是 不是那種 我是想入一些 天然的物料的濾水器 不是 chemical 那我就想給大家看這東西 好難撕 戰鬥民族就是戰鬥民族 連撕都撕不開 俄羅斯 我現在說不要緊 我想罵我也沒用 因為 對不起 還沒賣 這些就是俄羅斯的石 會天然地分給庫勒希 庫勒希C60和C90 這兩種物質 幫助身體對抗 老化和退化 是一種天然的 很強力的抗氧化劑 人會老 老了 關節又出問題 內臟又出問題 器官又出問題 系統又出問題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喝的水裡面 是可以幫你增加 最強的抗氧化劑 這一種就是給你們浸水用的 現在不用罵我 說我商業或什麼 我現在只是罵給癌症患者 因為我打氣只有十多顆 很少 而這些我從俄羅斯空運過來 所以不容易 這些是模仿俄羅斯的湖 叫做 Lake Onaga Lake Onaga 是一個什麼那麼有名的地方 就是因為當年 彼得大帝的阿嬤患有重病 然後他醫極都醫不好 後來有人跟他說 不如你私下去那個地方 廳房那裡的水有神奇的妙用 很多人在那裡浸浸一下就好起來了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還聽到這些傳說 就是那裡的水特別有什麼奇效 然後那個阿嬤就真的走了 沙皇給了大帝的阿嬤 喝完之後他真的好起來了 之後給了大帝自己也走去喝那裡的水 就是Lake Onaga的水 接著他的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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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動物皮、牛皮、羊皮穿的 就叫他放在裡面 接著就加水 叫他們所有人都要這樣 而一種石頭 也是用來保護對電磁波的 這是我的一個很大顆 我放在哪裏 我放在電腦 那部機器 那部機器你猜他不會發放電磁波 他一樣會的 那他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你採在那裡探測 接著你大腦傳進去的身體 每一節的關節 訊息都不同 這個時候我開個圖給大家看 那你們看了就會明白 為什麼這部機器是真的有用的 就是這樣 大家看不看到這個圖表 大家看不看到很多號碼 看不看到 那就是如果你的大腦 要傳進去ATLAS 即是脊椎第一節頸椎 第一節 他的訊息是14.531Hz 耳朵也聽不到 而最底床 就是我請跌斷的那裡 是18.438 好了 我舉例 那要找到我的脊椎那裡 那是甚麼 關事的 真的關事的 為什麼呢 例如你有膽石的 膽、豚肌和豚肌 他的頻率是16.89 譬如心是15.78 位置是16.40 就是檢查你的腦子之後 你不要想像到很恐怖 你要躺在這裏 像MRI那些 不是 是你坐在這裏 檢查你的腦子 傳到身體的頻率 然後你這些頻率 彈回頭的時候 那個速度和阻塞 我們便知道哪個器官的強弱 最弱的那個 我們便會幫你調整它 加強它 可以嗎 OK 剛才我說的那個三角形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不要留我 我是現在不賣的 我只是留給我 有癌症或者很嚴重的病患者 只是給他們 這些 那些 浸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可以留意這張照片 浸了一晚就是這樣 OK 它會出了很多很多的泡沫 那你建議 就不是用這些玻璃杯去浸 而是用銅杯去浸 浸一晚 第二天 把那杯子的水 倒進這個 或者是其他的麥倫 麥倫的水晶瓶裡 一天一次就可以了 除非我有另外的說法 OK 行不行 還有我自己的杯子 裡面加的是這些 OK Bark Flower Bark Flower Essence Flower Remedies OK 行不行 好了 因為很多人不留意 和不知道的 其實你麥倫的阻塞 包括你經絡的阻塞 其實是情緒來的 大家不想接受這件事 覺得不是啊 那沒理由 我三個月前生氣了我老公 然後已經康復了 我們已經康復了 但是你不明白 你問姐姐這部電話 如果有機會 她那個中醫可以摸身體 就已經說得出你那一陣子發生什麼事 不是他心通 不是神通 不是養鬼仔 不是什麼邪惡 是因為你生氣之後 那個情緒就儲存在肝經裡面 好像我那一陣子壓力很大 我摸下去 我的心包經 和我的心經就硬了 所以中醫有什麼 有刮沙 有拔罐 有放血 你想不想看我以前放血 放出去是怎樣 很恐怖的 就會嚇生大家 如果怕就閉上眼 另一面 看到嗎 是我放出來的 旁邊的血是鮮的 沒錯 但你不見到中間那條黑色 那條大幽隱 在哪個位置放出來 就是這裡 這個手肘 內側這個位置 是一個心包經的大月位 就是在那裡放出來 放出來之後 你知道我發覺是怎樣 我突然之間 心不太矮 而且突然呼吸了一大口氣 西明明說我好回來 但我自己不覺得我好回來 就是這樣 是差很遠的 所以你要排出來 要清出來 這些負面的情緒 它已經轉化了做物質 儲存在經絡裡面 在麥倫裡面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的聚集 全部都一個小時 除非所謂的覆診 掃完之後 哪裏最弱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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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否有?!" 你裡面有沒有什麼iggito 情緒的原因影響 能量的原因影響 甚至是靈性的原因影響 如果你是基督教或天主教 你 Надо告訴我 是沒問題的 靈性的部分我虧止他 其實我只能幫到你的 我都是自在你離開之後 覺得… 他不是呀 我這一個人都鬆了 好多 That's all I care about 所以我可以跟你的 都說Archangel Raphael Archangel Michael 或者是聖母 No problem 如果你說不要了 我是基督教的 我是不想接觸任何靈性的東西 我回去祈禱就可以了 但我依然是可以幫你 scan那部機器 tune你的台 還有就是能量層面 幫你去做清洗的 OK 先說到這麽多 我們今天星期六會有節目 是生童同學會 如果你有問題想問 或者你有東西想分享給我們聽 請你報名 917-2922 WhatsApp我們 我為了不想大家說 為了這麼專業 有廣告時間 所以我專門會示出一些 是我不賣的東西給大家看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這樣是負責任 還是不負責任 但是據說 連啫喱布丁的媽媽 都有意見說我做什麼 即是節目裡面提了自己的店裡 有賣的東西 那就不提了 沒有問題的 這樣不是和你們鬥氣 但是因為我知道 我做了年多的節目 我講完的東西 那時候講的東西 全部都是街上買到的 但你們買不到 然後真的問我 我才搞了一個網絡店 但不要緊的 我繼續可以講一些 你們自己要在街上找的東西 但總之不要問我 是給我買 OK 好嗎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上來支持一下我 但不喜歡也可以只聽節目 這個世界是free will 沒有人阻人 沒有人逼人 沒有人拿支槍 指著你的頭 好嗎 這個節目是免費流通的 拜拜